我们来看台股今天也是个上下震荡 差不多就首稳在17400点附近 上礼拜看到美国的非农的情况 比大家预期来得更好 不过一般也认为 全球央行州升息的机会不太大 目前的情况来看 大家说12月外资要放假去 接下来就是内资做这样冲冲冲的行情 先问一下我们现场三位来宾 目前指数这样的盘子 你认为投资人可以短线继续 冲冲冲吗 圈货差 知不知此短线冲冲冲 只有影响觉得OK 两位都在观望中 有明哥为什么变保守了 对 连续两个礼拜 我们有提醒大家就是说 其实指数在过了前高之后 它的步伐会稍微比较慢一点 那各位经过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你们去看一下 即便是过了前波的一个高点 其实来到了这个17516 它的那个步伐 所时代也真的比较满山 那今天各位可以看一下 尾巴斯拉尾盘 今天的这个收盘是拉尾盘 但是今天的台币是中挫了将近快1.4角 所以换一个角度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不要去既望 因为已经没有外资了 他们准备陆续续放假 那你说靠本土的资金 不管是融资也好 或者是ETF变成的所谓投信买盘 能够把指数再继续往上扛 我觉得这个力道是有限 那现在基本上应该就是个股操作 所以大家这个时间点上面 可能会去想我们折股就好 然后去找一些这个所谓投信有作帐的 或者是什么集团有作帐 我们来去短作 这个我不反对 但是我要给各位一个观念 就是你现在去买了这些 有作帐的一个股票 最好是要有一个明年元月效应的保护期 而不要只是为了要去作帐而作帐 那待会我会秀一个证据给各位看 蛮有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分析 各位可以看一下今年 在这个第二季的时候 曾经涨过一段 那当时的一个指数 从这个12,629 这个从去年开始 从去年的10月开始涨了一波之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急涨了 然后这个地方开始指数形成顿涨 那顿涨的过程中 有没有觉得这个指标开始形成背离 所以指数在创高的过程中 指标没有创高 然后同一个时间点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成交量也没创高 这是那一波的一个走势 那现在的这一波 其实跟那一波很像 你看短线涨了1400点 然后指数开始慢慢的就步履阑珊 然后指标也没有创高 好是好在于说成交量有创高 那成交量为什么创高呢 因为那天是MSCI的最后结算日 所以那一天拱出来非常大的量 要不是那一天尾巴拱的那个量的话 其实量价背离跟前波很像 好 我们看一下前波后来怎么走 在指数盘三 满三了之后 它后来压回正好是有去点到那个缺口 然后点了缺口之后再来往上 那现在这一波的话 缺口的位置其实还蛮近的 就在17000 所以我认为再怎么样 还是尊重一下技术面 也就是来到了这个17516的时候 压回来去测一下这个缺口 再来上比较好 那这个压回的时间应该就是比较属于12月下旬 就是过了12月15号之后 因为第一个外资也放假了 第二个台币也继续扁 那第三个该做账的该什么的都不会做到最后一天 很可能在这个20号那附近的时候就来到一个高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压回来 再来去走明年的元月效益 所以我才在讲形态的类似度 跟前一波95% 指标的类似度跟前一波95% 唯独就是成交量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往17000点 这个地方回测一下比较好 那第二件事情 先回测再上 对 喝了再上会比较好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不要那么努力的去做所谓的作帐股 因为最近所有的这个市场上 因为我们之前在强调 你11月中的时候就开始要去做作帐股 因为那个时候位置很低 那你现在已经隔了将近快一个月了 你开始再去做这个最后一两个礼拜的一个冲刺 我给各位看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 这个是今年台湾股市到12月上个礼拜五 8号为止涨幅 上次股票里面涨幅前十大 这个涨幅最大的 第一名的话叫做华城 第二名叫地影投控 以此类推 那我做这张表不是歌功颂德 而是要提醒大家 你们去看他去年12月的表现 这十档股票里面只有四档 去年12月是红的 然后其中只有两档涨幅超过10% 剩下的涨幅要么不到10% 要么就是有六档 都是黑的 那言下之意告诉各位什么 这一些今年大涨的股票 他们去年12月不见得有作帐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颠倒过来讲 去今年有作帐的股票 你怎么知道明年会不会成为前十大 搞不好做完账之后就没了 就没风水人流 对风水人流 这个因为你期期电高了嘛 好那你同时再看OTC OTC更明显 今年涨幅前十大的第一名的话 叫做泰茂 第二名的话叫做安泰克 那这些股票里面有六档 有六档 其实去年12月没表现 没有任何一档去年12月有涨超过10% 所以我这边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些股票就是短线充高的 如果它没有原液效应做保护的话 你很可能买在相对的高基期 那相对高基期 明年的一个表现度就会变得比较差 所以最后我们就提醒大家 如果问我说短线什么股票可以充 我会去找一些有宋芬提的股票 宋芬提最喜欢宋芬提 一听到宋芬提大家眼睛就亮了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森微投控这家个股 我们在年中的时候有分析 但是我们分析它的时候 跟永威投控一起分析 现在永威在今天的话 正式的创新高韩锡 那我们来看一下森微 第一个巴菲特 巴菲特投资了五大商社 各位都知道 其中有一家叫马路贝尼 马路贝尼就是玩虹嘛 那玩虹的话最近跟森微在合作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森微里面有一家公司 叫富威电力 它应该是在 要么快一点的话就是月底 就是今年年底 慢一点的话就明年年初 要挂新贵 那挂新贵的话 基本上就会有所谓成效力得 第三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去看它的营收创新高 但这些都是基本面跟题材 最重要有一个东西叫领先指标 就是68061 这个就是森微1的CB可转载 那各位你可以去算一下 当初在100块发行的时候 因为它发行价是105 但我们都用100来算 它的转换价在114 那结果你知道森微1 最近最高点来到115.95 那如果按照这个换算的比例来讲 115.95 也对过来的现股就是132 我再讲一次 就是100的时候对应出来是114 所以115.95对应出来的就是132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它停下来 因为来到了前波高 132就是前波高 那言下之意 既然CB后发行的CB已经反映到132 可是现在的股价多少 才111 所以我才说现在的111到132 不是还有21块的送分题 对不对 所以如果未来这个森微1再继续涨的话 那当然它的132的目标就过了 那当然它的目标就更高 所以一个是有基本面 基本面 一个是有成销利得的体财面 一个是有未来企业的展望面 还有另外一个是CB的领先指标 所以我想用这些方式再去选 不管你是坐账 不然老实讲 郑微现在也涨上去了 永威也涨上去 你不觉得他完全脱对吗 对不对 那三档股票里面有两档在攻了 有一档压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是要去做这一档 才会有所谓的 我觉得中间的那一段差价可以做 OK好 等于送给大家夜带礼物 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从CB的这个空间来看 还有些一个成长的空间 好 有没有刚刚这个观景讲得很清楚 就是大家现在不只是看现短暂行情 明年元月行情要保护了 才值得继续来做 那么会先回到万七 12月20号到高峰以后 这个再上一波 好 那最乐观是云响 对对 我觉得有趣会冲冲冲 为什么 因为11月其实很明显就是大盘从这个直接攻上季线 然后又冲上这个反压 而且反压区很高 反压区1680 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可能攻上 就一下来就攻上了 所以就是代表说11月站稳这个1万七以上是很明确 所以我认为说短期跟有名胸差不多就是 1万七我觉得是变成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撑 所以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你会发现说量 量就是人气嘛 所以最近的量几乎都有到将近三千亿左右这样的量人 也代表说短线这个拒绝能力非常强 所以我认为说最近如果以这个位阶点 比如说在1万七千多 那反倒你是说短线相对于安全 那只是说我认为说 以我的一个做法来讲 我就不会去做所谓的大型全职股 因为这些占比重 占这个指数比较高的一些股票 我认为说相对它可能是冲不动 可是这些小型的一些股票 要注意最近小型股票非常强势 所以我认为说可以去冲 选小不选大 用这样的做法 选小不选大但是动作要非常快 怎么选我们待会来教 好 国仲哥 我的看法是在这位置看各股表现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今天已经到了11号 也就是一般我们所了解的外资开始第一批的 这个外资的同仁 他们陆续就是要先做放假 所以你发现今天大盘成交量 就开始比上个礼拜的成交量来的少 这里今天的成交量大概是2866亿 上礼拜的日均量大概是375亿 所以你会发现 这马上差不多过了一个周末假日软之后 就少了将近有200亿 那我认为说 刚刚像有名秀刚刚也提到过 新台币这个部分 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贬值 这个部分将近有1.4角 那我们现在来看大概30亿块半 其实我看一下就是外资它在先前都不用等营收来公布 都开始在做一个调节动作 那最主要是因为11月份的营收 在整个一个新台币跟美元之间的变化 超乎市场上预期 所以市场认为说 其实在最后面再公布的成绩单也不会很好 所以开始偏向一个做一个调节动作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美元指数 各位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 从这一波近期如果算最比较近的话 是在107.11点位置 到先前的低点102.47的位置 它一口气跌很多 所以我认为说如果旋游现阶段来看 这个美国的开始过他们的圣诞佳节 然后呢大家知道美国的GDP的主要的成分 消费的比重将近快占了将近 他百分之快70%的比重 那要快70%的比重 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讲 他本来这段时间就有消费者的一个 所谓美元资金的需求 再加上呢这一波呢 美元就之前跌幅又过大 而且已经来到之前的连线位置 所以我认为他说最近 他已经在这个月线的附近 做一个所谓的盘整动作 我认为说这礼拜 不许大家在等最新的一些利率的看法 但我认为说 如果利率看法没有超乎市场上预计的话 那我认为美元应该还是会 再继续做跌升反弹 因为这个是没有超乎市场上预计 是为说真的是跌破大家的一些 先前的看法 否则来讲应该会有一个跌升反弹 那我自己大概抓 如果抓1 2分之1的反弹位置 到104.79的位置 如果反弹104到104.79 我大概抓来抓台股的指数的话 应该会落在1万7000到1万7200左右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波的台股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外资是一个重要的推手 它是一个主要重要的推手 然后呢 它大致上 它有比较两大的一个买盘的动作 一个是在1万6800到1万7000 就是突然瞬间的提前来买 就单日买了相当400多亿 然后呢在隔没多久之后 在大概1万7000到1万7200 再拿一个大笔的资金进来买 所以它会有两道防线 这两道防线是在做 为它这个未来过圣诞节之前 做一个打针动作 所以我认为说 如果就1万7000到1万7000左右 是蛮安全的 这个位置 比较多人会进来做买进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的 包括在今天 雅谷的部分 韩国指数最近已经拉回到月线 日谷比较好 日谷也拉回到月线附近 也都会拉回到月线 那当然陆跟港股就不用讲破底 那陆股呢 平平快破底位置 所以相对台湾的位置 是比较在高档的位置区 所以我认为说就信息来讲 如果外资你要做一个提款动作 相对位置台股比较高的话 它是可以有机会去做调节 那现在目前的大盘月线 大概落在1万7270到1万7300附近 换言之在这位置讲 我们认为说你去做追涨的动作 坦白讲空间不是很大 那我想三高是我最近认为说 一定是可以要先做避开 因为量能也可以做递减 所以呢高价股一定要避开 因为卖一张高价股1000块的 可以拿100万回来 虽然你说今天四星KY好像蛮强问题 那只有少数个股 大多数1000块钱的股票 慢慢都会做 平前先提贵的啦 对先提贵 你卖一张 比你胜过卖过那个十几块 二十几块卖得来得快 第二个呢高权重的个股 除了台积电 其实上如果把今天的指数 扣掉台积电上涨 坦白讲今天的上市是没有上涨 那指数空间不大 其他高权重股 如果台积电还要再做一个 我们讲说秒填息 那其他权重股只能干瞪眼 所以我认为高权重股 你买了也没用 买了也只是增加一个 所谓的一个风险问题 第三个呢就是外资高持股 或者是投信高持股 你也不要碰 为什么 这些阶段位置坦白讲我们今天在看台面上的变化 这些投信都已经开始在做换仓的动作 换股的动作 为什么 先前买进公司是因为高股息ETF的成分股 把它买进来 举个例子 像有一些个股他们都已经在做买 但现在已经涨多了 不具有所谓的高股息 最明显当然最清楚就是所谓AI 只不过说AI的未来前景还不错 虽然市场上还愿意持有 但另外有一些公司是它的高股息不错 像我举个例子 像这礼拜的中型100 像中华车或企基 它纳入成分股 你会发现这两天的中华车跟企基就比较强 所以呢现在这一段就在做一个持股的动作 那我认为说来讲会个股表现 那我们再回到台股来看 台股量没有急速放大 我认为前坡的17463点这位置 要花一段时间做整理 那来我们看一下一个情况就是说 大盘从这一坡在去年的时候 从低档12629上涨以来 上涨最多的五周之后 会拉回修正三周 最多三周 至少三周 至少三周 最多还有四周 三周如果上礼拜是一周 这礼拜也算一周 那下礼拜也算一周 刚好圣诞节前夕差不多 国节蛮合理 因为这段时间外注不会再加 那各位你要记住一个位置 上礼拜收盘指数多少 17383 简单讲就大概落在17400点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礼拜五的时候 相对要收盘就在17400以上的机会 就比较小 反倒是拉回到17200或17300 这机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既然成交量没有放大 那我认为说 这个部分你就要先做 稍微比较保守动作 上礼拜的日均量大概3075亿 除非这礼拜能够超过3000亿 否则来讲的话 我认为是比较难 好 国中哥这个讲得很清楚 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这个指数差不多 17000跟17200 这个中间这个 这边有支撑 有支撑 17000是17500有压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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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